广东人应该怎样发妆 先可以从广府上 身间变成醋红 属精 巨瘾 广东人的五官受这边地狱的早期智人影响 夏天略微 秃嘴 后唇 鼻头宽 但是眉眼深邃 立体 所以广东人的发妆稀露 跟其他省份的人完全不一样 今天一步教广东人白质的优势发扬 三步教广东人修饰短板 六变顶级连累 来咯来咯 先说阳场 我就是标准的广东相 化妆重点一定是强调 加调整眉眼 就是这一款 由于我们的眉公鼓 普遍是立体突出 好处是年轻的时候 深邃立体 浓眉大眼 有鲜明大气的眉感 当眼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区域的高低起伏 眼窝会更加的凹陷 会比其他省份的人更早闲老 如果你们没有画面感的话 可以看一下自己的长辈 眼窝的地方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凹陷的 所以对广东相来说 早期是优势 后来把它成了劣势 来 现在就手把手教你改善 罗罗罗罗 日常妆容就选有质感的大地色 首先用打底色 在眼皮的这个范围上色 然后抹开 带到眼下的卧肠 把眼周复杂的关系 相互融合连接起来 用同样的颜色 在眉头到眉峰的下端 加深阴影 不仅能加强深邃感 还能闲尖眉毛 鼻梁阴影增加混血感 用收缩色 在这个位置加深眼尾部位 范围控制在双眼皮褶皱内 晕氧就OK了 再次加深卧肠 上下呼应 用小拇指晕开 加深层次 关键一招来了 在眼下凹陷的三角区 我们用白一点的遮瑕点一下 用刷子推开 把这个凹陷的三角填充满 同时还可以遮黑眼圈 这里立马捧起来了 对比之下 颧骨也不显秃了 接着用一把小刷子 把这一块的颜色往上带 从眼头带到眼尾 就能截断眉骨和眼窝形成的阴影 重 轻 重 最后用刷子的鱼粉 从眼尾对着眉尾拉一笔 强调了眉工骨的转折 整个眼妆扬眉吐清 现在眼部就是一个 又整体又干净的 皮股向状态 最后加上一些眼线和睫毛 混血感又高级的眼妆就出来了 想要更精致的话 用塞蓝在遮瑕的部位 二次体量 整个步骤下来了 虽然很简单 只要两三分钟 但只要你记好这个最基础的 广东人眼妆思路 之后不管套用什么产品 什么颜色上也都能画好 下期教你们三步必短 记得来看 还想看哪个省份的变美思路 别人回门哦